近日,娱乐圈被负能量所笼罩,从7月一直延续到了8月,比如郑爽和胡彦斌看清此合计凌晨堪称暑期大戏,而模范姐弟恋恋夫妻张丹峰和红星也卷入了这场大戏,网上晒出各种照片以及疯狂解析的文字。 相信作为当事人的张丹峰和红星都备受压力,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第三者经纪人,碧莹都十分坐立难安吧。 有媒体在商场碰到了张丹峰红星,两人带着女儿童童甜蜜购物,似乎没有受到出轨风波的影响,一家三口一度有说有笑,互动也非常好,一家人逛街途中,三人进入了玩具店,为女儿细心挑选玩具,不时互动,偶尔还有亲密小动作, 根本看不出感情危机的样子。 有网友看到一家三口没事人一样,都说出鬼门都是空穴呆风,两人的感情是惊得起考验的。 但是有网友觉得也许这是一场秀,突然很害怕,背后有真相,纷纷心疼婆媳红星,张丹峰和红星穿着十分朴素, 爸爸也一直抱着女儿不松手,宠女狂磨,红星虽然比张丹峰大九岁,但是身材一直保持非常好,皮肤也十分紧致,但是岁月或多或少,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比张丹峰更多的痕迹。 三人购物结束后,坐电梯出商场,女儿也好奇面对镜头,而红星自然地把手搭在张丹峰脖子上,看起来非常甜蜜,就是这个动作。 应该算是红星对这场风波最好的回应了吧,在出轨门风波之前,经纪人毕丹很多时候,都会跟随夫妻两人参加活动,照顾生活,但是最近都未见经纪人的踪迹,也许也是为了避嫌。 红星在年轻的时候,未婚先孕生下儿子,却残被抛弃,多年以后遇到了比自己小九岁的张丹峰,两人一路走来不容易,最终修成正果生下可爱的女儿,从此退出娱乐圈, 相夫叫子,而张丹峰近年来在花千古壳至青春电视剧版里面都给观众诠释了非常受欢迎的经典角色,越来越红,看上去也是魅力四射,不再像之前守护在红星旁边的那个小男人,红星这个动作,这个难以描述的幸福背影,也似乎是向所有人表明自己对张丹峰的信任。